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武侠小说 之前有聊过武侠小说 没想到我之前聊的武侠小说 没过两年知道 金庸杜莱就死了94岁 去世了 当时我就想要聊这个 聊武侠小说 事实上我个人是不看武侠小说 我只有童年的时候看过 小学看过之后 以后就没有再看了 到一直到高中以后 可能还看过报纸连载吧 跟科幻小说放在同一个位置 我的角度是这样 因为练武的人基本上 自己练武的人 很麻烦 练武的人自己流血流泪流汗 辛苦练过 这个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自己辛苦练过的人 他不会不歇一顾武侠小说 尤其是如果是老的武侠小说 比如说平江不孝生 平江不孝生是湖南人 平江在湖南 王杜如的铁骑银瓶 握虎长龙什么东西 那种老的那种我还看一下 因为那些人他还看过一些情人意思 尤其是我出生的地方 有那个水路码头 人家来卖高药 表演什么大力丸 表演功夫 因为我们从童年的生活里面 亲眼看过很多很多武林高手 高手真的是高手 他们会很多的特技 用筷子打标什么的 那有飞刀什么的 还有刀刀砌箭花五 非常棒 那刀枪 那个什么双刀进枪 什么的 就是进枪都是跟枪来打 那个刺的都很精彩 看起来 那这些东西看多了 因为他说要卖 当时台湾是农业社会 卖的是叠打损伤 还有大力丸就是让你好吃饭 好吃饭容易消化之后 然后你才有力气去干活 去干苦力活 那时候台湾是这样子 农业社会 之后后来就是 变成工业社会之后 大家赚钱容易了之后 保暖施营益之后 后来那个卖高药的人 仍然是在那边举重啊 干什么的 显示肌肉 显示力量 这些东西 还要表演一下 什么斩砖破瓦 他们把那东西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跟性能力连在一起 什么杨维找些 什么不举不坚不久 什么监色流金 把跟这个扯在一起 把武术 高贵的武术武学 跟这个所谓强筋健体 跟性能力直接扯上关系 这东西如果我要聊的话 我可以写一本书 就是那个后接地摊学 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 那是因为我从小目睹这些东西 所以真的情能力是我看多了 所以我根本不太看五小小说 尤其是什么 因为像比如说金庸版 人家讲说金庸是武侠小说太陡 当然啦 讲他是太陡的人是对金庸小说的战事的人 可是写小说的人太多了 有卧龙生 诸葛清云 什么那个太多了 竹房不及背展 那这些写武侠小说的人 是不是会互相吹捧呢 基本上不会 因为他们是他们是在抢那个读者 那这些人他们各有擅长 那其实我以前小的时候看武侠片 那片头都会有一个预告说我下面一部电影是什么什么人 那那个人是谁谁谁 比如说卧龙生或诸葛清云他写的 然后就访问了他 那这些作者就会出来 他们也有谋有用的讲了什么 金庸小说的 因为要点穴嘛 我们对那个传统中国功夫 什么点穴啊 掌风啊什么玩意儿 都觉得说啊不可能 都觉得是可能是真的 尤其是点穴啊 掌风可能是假的 但是点穴是真的 清宫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们看过从楼上跳起来没有从底下跳到二楼去的那种那种高人 所以那这些凡子种种 当然了我们看到斩钻破瓦那是那都是真的了 他打的头破血流那个也都是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真的假的 我们是区分的很严密的 那武侠小时候呢是在钻这些控制 尤其像那个金庸这种所有的武侠态种 他是把中国的文学 把把中国的艺术 然后还有把那个武学 当然里面武学里面有很多都是都是想象的 因为金庸自己也没有练过 然后再来就是禅宗 中国的禅宗 还有道教佛教这些啊 那个儒教 他就把这些东西弄在里面 还有艺术文化艺术嘛 比如说讲到瓶酒他也有一套 讲到琴他也有一套 琴六指琴摩以前有的六指琴摩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乐器啊什么 这个简单讲就是我们一般来讲的 如果说你个个都有涉猎的话 像在下这样子 个个都有亲自下去涉猎的话 你根本就 你根本 他对你来讲是一个实践哲学 不是一个意淫或幻想东西 那我之前有讲过 所以我曾经我的同事啊 我以前做那个设计电脑产品啊 我们的那个软体硬体工程师啊 都是都是台青交易毕业的 简单讲是这样 我们公司旅游上 我听他们在讲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 文史的时候 我听了吓一大跳 可能唐宋元明清的顺序他都背不出来 他都搞不清楚 但他讲的那些片面的知识 全部都来自什么 武侠小说 而且来自谁 金庸 所以你说金庸 人家讲的金庸的那个武侠小说 叫做金学啊 金学 就是红楼梦 研究红楼梦叫红学嘛 所以研究金庸叫金学 其实以前人讲说金学是指的金瓶梅啊 因为金瓶梅版本很多 而且是值得推崇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笑一下 鹿顶记里面啊 他不止鹿顶记了 很多人会的那几句十句 都是什么 间接从金庸那边来的 好像金庸是一个 帮你把那个 那些中国古典文学啦 历史的故事啦 帮你浓缩 帮你呢 比如说帮派学啊 像天地会是什么成立的啊 沉静南啊 什么什么的那些 又是什么堕主 又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呃那个呃叫做伟小宝 叫做伟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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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伟小宝他就是就是武则天的那个那个面首嘛 薛小宝 简单讲 他的原型 那个金庸小说里面的那些原型人物 跟他那些叙述 他是综合了中国文史里面很多的角色 他把它弄在那里面 那如果说那些角色的那些事迹 那些故事你都看过 你都知道他是怎么融合的 他融合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很多现代人没有时间去看这些古典文学 然后就会断章其余 就是言论两句 那是什么 是间接死人崖会 金庸死古人崖会 然后这个人再从金庸里面再移植过来 比如说中国很有名的卑帖 金庸他就这样讲 比如说他写了书法 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什么东西 所谓的中国古代的人的一种生活情趣 你说是跟武侠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什么恩仇什么的 我个人认为 谈不上 你如果真的要把武侠写 搞得真实一点 你就把那个民国初年 那个军阀割据 那个军阀互相攻阀 拿起来写 会比三国还要精彩 为什么 因为他是真实人生 拿着洋枪大炮 或者大刀在这边 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厮杀 流的是真实人的血 死的是真实的血 热之期 这些东西都不是假的 这些故事 反而比武侠小就更精彩 今天我觉得 鹿顶记里面有一句 大概是引用了吴梅春的这个诗 吴梅春有个源源曲的第一首 叫做 顶胡当日弃人间破敌收金下御官 痛哭六军巨稿树 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两句 几乎是一直要一讲到清朝的灭亡 都要讲到吴三桂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无关是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 为了谁 陈渊源 陈渊源是个妓女 是他的妾 因为李志诚他们 张建成他们一进京城之后 控制不住他下面的手下 他下面手下就把陈渊源给纳为 就把他强奸了 简单讲是这样子 结果他就发怒了 所以他就投降满清 这个故事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这个吴眉村 清朝的一个诗人叫吴眉村 吴眉村其实在众多诗人中间 根本就算是一个知名度很低的人 他后面的那个诗我就不念了 我就是这两句 痛哭六军巨稿树 我冲冠一怒为红颜 实际上那个吴三桂 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妾 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在 在京城里面 受到一些干扰跟侮辱 因为当时他进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张建中 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整个场面 大家进城不是就是要 要要要抢梁抢 抢梁抢钱抢女人吗 所以他受到受到干扰 他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他老爸的关系 他要出兵 这是有可能的 会为一个成员员 他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然后后来他成了那个 在云南的这个 云南王坝 那个 后来叛变 最后被绞了 那这中间还有其他故事 我们不讲 反正这种历史故事 这种历史故事如果你对文史有兴趣的话 你都耳熟能详 根本就不会被他牵动 可以这样讲 那你说他那个有趣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对金融我并没有说有那么崇高的敬意 我认为充其量他写小说他是很厉害的 就是小说技巧来讲 否则他的名报 他以前自己办个报纸 为了促销那个报纸 他写连载小说吸引人 人家是为了看小说买那个报纸 而不是因为他要政论 他要社论什么的 其实这就是歪打正着 这个有心摘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印 他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使得他那些武侠小说一个一个的 都出了 都成了名了 那其实如果说你讲鹿顶记里面 讲的韦小宝 讲的那些故事 还有陈静南这些 这些故事其实都是 都是拼凑的 那如果你要帮派学的话 有的是这个字 而且那个天聚会也不是陈静南 他是鸿门 鸿二和尚 鸿二和尚创立的 这故事啊那你要把它切片来 分开来讲 比如说禅宗 我这边有大约禅宗的书 那刚刚讲说我们现代人的困扰是什么呢 我们现代人的困扰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读那么多的古典 那因此我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吴梅纯的那个诗 我这边有中国的中国历代的那个诗人的诗作 这是套书 这一套大概有五十本吧 每一本你都可以拿起来好好的翻阅一下 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翻阅的话 你就不妨去参加像吴中诚这样子的这种 所谓跑书会 跑书会就是 就是帮你读书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介绍 介绍王国伟好了 王国伟的那个词著 我们介绍王国伟就是 人生三境里面他他他他很多的那个 王国伟是一个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 极乐史学家文学家 还有那个考古家 包括那个甲骨文的专家 他集了很多种能力的一个一个一个人物 像好比说我们今天介绍这个 就介绍介绍王国伟 我们就拿这本书 我们这样跑 把他一次跑完 大概两三个小时 跑一本书 这样就让你增加你的经验 这个比看吴小小说要要来的 健康实惠有用 而且经济 所谓经济是什么 你节省了时间 你节省了精力 你节省了去酝酿的时间 比如说你长期听我讲话 你认同我讲的内容 OK 那我讲的东西你就直接吸收 就像我们打点滴不是吃饭吃菜 然后要经过消化 然后经过怎么样 然后有一些废物排泄出来 当做分料排泄出来 如果说我们用打点滴的话 像葡萄糖啊什么那些营养剂 直接从血管打进去 它不会排出来 因为它全部吸收到你体内去 那我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更有意思 它说你直接把你那个东西用点滴给我打到我脑子里 因为我记不住 因为你每次讲的都很精彩 你直接把我打到脑子里面去 我说你不用了 我这个有录影 很多东西我都有录影 有的有公开 有的没有公开 因为这个我花很多时间 我也投资很多的这个精力 所以我也不会免费的公开这些东西 那那些东西就是我像做一个字典一样 你可以去搜 你搜了之后你就会看到我出现 我就要跟你讲 比如说我今天讲 比如说我今天讲王国 我也会讲某一个专题 我会把那个书拿出来 你如果觉得还想要亲自那本书 你去买嘛 我收过我讲的东西都是有所本书本的本 就是我会把那个书皮 还有出版公司 哪一年出的我都会告诉你 然后你这样子我讲完之后 是我经过我经过我的那个消化之后 我吐出来的给你 那个那个那个情形 我常常讲说 我们小时候知道 那个母亲在在喂那个婴儿 没有长牙的婴儿的时候 吃那个固体食物的时候 她都是这样 她是把那个比如说米饭好了 或者是什么 她先弄到嘴巴里面去把它咬碎的时候 然后再用汤匙 再喂那小孩 这是以前的全世界的母亲都是这样 自从有了B型肝炎以后 这一招不行了 因为这个乙肝就是B型肝炎是会传染的 是用唾液传染的 提议嘛 所以这种用大人的这个 那你要怎么办呢 那现在的那个护理都 那个也用育婴都是 她用一些工具把这些硬的东西 用机械的方法把它压碎 或者是用骨质机或者给它打烂 打得让那个婴儿可以吃的时候 你再把它挖出来再喂它 再不经过嘴巴 不经过大人嘴巴 因为有B型肝炎 因为有传染病 这些问题 同样的 像我要翻译一个 我现在看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些 一些文史 所谓它不叫做文史 因为它有把历史 用说书的方式 说书方法就很大 很大的那个主观成分在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写书的这个人 说书的人 他的主观的看法 如果你赞同 可能你就吸收 如果你不赞同 可能就听不下去 这种情形 因为他必须要做深入研究 他如果没有做深入研究的话 那可能就有问题 比如说身为研究的时候 可能会拿出那个参考书目 一大堆来 你已经没有时间读一本书了 了解一个人了 那你还要看这么多大 那你想说 我也不是要写硕士博士论文 我哪有那些时间 那你就听老吴这个 像听我这样 吴忠诚来公购 说书 我就会这样讲故事的方式告诉你 但是如果你想要浓缩的那个 另外还有 另外那个叫叫叫 自速修以上 无畏常无畏 而且我不会 我是在公开场所里面播放 但是我不卖 为什么 拿去之后 你可以 你可以再进行第二首传播 那就失去我的努力的利益 我对刚刚讲说金融 比如说禅宗好了 要讲到禅宗 我这边有一大堆禅宗的书 我已经讲过 禅宗的人你一定要从第一本就是六祖谈经本 第二个然后你从景德传真录 五灯会员 然后无门关什么 那个碧岩路 这些书 你要从这些书进来 我这边有一大堆 虽然我搬家 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丢掉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点击 如果你想要进入禅宗的门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台阶 你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你就不用读那些书了 你直接参加飞行程 你就悟到了 只是你以后 你悟到之后 你再来看这些东西 像六祖谈年他悟到了 他不认识字 他怎么读书 他读不了书 可是当他人家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因无所处 而生其心 他就会跟人家讲说 你这个解经历要怎么怎么解 他连字都不认识 他怎么能够为人师呢 为人师表 因为禅宗就是这样 他悟的是道 他不是悟的那个文字 文字是文字帐 同样的 像比如说金庸 很多人在纪念他 可能有我不知道 其他的我没看 因为我只想说 因为他去世了 所以 我顺便聊一下 关于他的武侠小说的 这个123 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与其你要去看武侠小的意义 你不如说真正的 真正的像跟着我 来练一下 练一下武术 这边Pete下腰 踢腿 什么 扫荡腿 通通通都有 前几天我看那个谁 那个大陆的作家 于华写的兄弟 他里面把那个扫堂腿 写成扫荡腿 扫荡腿 我觉得很好笑 很明显于华 他没练过舞 他也不了解什么 叫扫堂腿 还有一个最好笑 最好笑就是 我在台湾 曾经看过 那个体育记者 在播报那个跆拳道 明明人家是用悬梯 是中断 是踢肚子 或踢胸部的 他说那个叫扫堂腿 刚才谁是谁 要死他 那个扫堂腿 哎呀我听了 真的觉得 笑肚子都痛了 你不懂的话 你就不要 不要播报嘛 你找个行家来播报 这里面又牵扯到 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在 在线上的人 也就是在位置上的 那些所谓的老师 或者那些记者 他是不是真的有资格呢 是非常有大问题 所以我基本上 我不看体育转播 也不看那个娱乐新闻 我通通不看 报纸来了 那两版 我一定拿出来就丢掉 我直接就看看 看看副刊 看看新闻 新闻有时候也不太看 因为新闻有太多新闻答案 我看看副刊 清心寡欲一下 感动一下自己 洗涤一下心灵 仅此而已 那报纸 所以报纸 纸本的报纸 会被没落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 而我希望就像这样打点滴一样 有人帮我们注入新的东西 吴忠诚就在做这个 跟路上就在做这个东西 伟大的这个所谓的知识工程 虽然这个门可罗雀 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 那顺便再聊一下 有人看到我这个说 看我是不是一个人在这边 好像无地方是所有无地方是 前面没有什么观众 没有什么听众 我不要兵马俑 我完全不要兵马俑 我就对着这里 对着有缘人机会来了 就讲 你就听 如果你没有缘 那你根本不是我的目标 不是我的目标 我不会为了要充场面 找一堆乒乓俑坐在我前面 然后鼓个掌啊 或者是打个盹 或者怎么样 或者穿着花不溜溜的在荧幕上 不用 就我一个 这个大名东厂锦衣卫 我一个人就出现就够了 从头到尾 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只要记住飞行诈 要跟读堂 我这个 我这个 就够了 这就是我的image 以上吴总统跟各位分享 把所有 就是人的生命 每天每个人只有24小时 把你的生命 好好的善用一下 看那五小小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 那是在百无聊耐的状态之下 比如说你当兵在外岛 或者是你在很无聊的状态之下 或者你在监狱里面 你去看看五小小的意义影响 真正的你在一个 一个高度运转的社会里面 如果你正在职场上的时候 没有时间就看 就像以我现在来讲 我今天 前几天过了十二 今年63岁 我是不看五小小的 年轻的时候就不看 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实用主力者 实用主力者 真的有功夫 是刘汉所得 不是那样子的 爽爽嘴鼻子 或者是意义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同样的 你如果想要了解 中国的艺术文化 有的是书 这边像这样 这是重书 我这边还有历史方面的重书 各种各种的整套整套东西 那有人帮你看以后 他知识 像我是知识搬运工 我搬运给你 希望说我获得利益 假后到锈锅 好吃 我就告诉你 这个不错 如果你相信我 你就继续看下去 你不相信我 你从开始就 就壁垒分明 或者你认为说 这个不需要 那我们不同道 简单讲就这样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一下 金庸 金庸已去 席而已成 黄鹤去 公流 黄鹤留在这边 那他已经去了 可能还会有后继者会写 会不会有第二个 武侠小说的泰斗出现 我不知道 事实上他是不是泰斗 对我来讲 也一点也不重要 以上我都能跟各位分享 谢谢